剩下的就是我们高能预警了 这周给大家推了很多东西 老师我作品机不会做 老师我作品机的包装设计 不知道该参考什么 如果抄战库会不会被人发现 有可能会被人发现的 因为战库上浏览率太高了 尤其都是国内 抄韩国的抄日本的就不会被发现 为什么 因为检索太难了 你得会日语才能检索到 你搜英文搜不到 你搜中文就够搜不到 因为它标签嘛 它不能实图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里边韩国的这个就很好 所以我先给大家推荐几个 首先对吧 从作品机封标该怎么做 一模一样抄就可以了 抄韩国人东西算抄吗 还不算抄是吧 这个真的是 韩国人说孔子都是他们的 这种仇就由我们来报吧 是吧 端午节的事情 那个事我用气得我要死 你们这些韩国人 我抄你作品机 我翻回来一盘 大概这样 这个不要抄 这个部分不好 就是什么软件技能 这个不要 但其他形式也可以看 对吧 对吧 不说了 整个产品的密度 到表格的制作 对 明白吧 就这种东西 从包装到设计 用画像 就这些 而且这个名字叫什么 这名字叫什么 叫作品级 portfolio 换句话说 理论 我们用我们的理论 包装形式 全部按这套来就可以了 明白这意思吗 就这 这你说抄韩国人东西算抄吗 这韩国人 端午节怎么就是他们的 真的是这些人 这种事 这种国仇家恨 就由我们来报仇吧 真的是 这事确实是太过分了 他们过分在先的 孔子是他们的 你说这种过分的人 所以我们就 其实真的是没事 没事 一边抄着一边 这事跟你说还没完 你别以为 给我抄的作品 你在这就完了 对 这个我已经抄完了 频道里边 这个网站上有很多 游逼的作品 我们是只不过做精选而已 就类似于这样 这样的东西 还是有很多的 有好多篇 剩下这几篇 我回头就让林老师 发到咱们班群里边 是吧 类似于这样的 你可以让咱们 有星球同学 帮你转发一些